相信好多买了iPad的宝子们 都会给自己配上一阵Apple Pencil吧 除了画画以外呢 它还有好多超实用的小技巧 哈喽我是曼夏 今天给大家总结了超全的Apple Pencil使用技巧 帮你带那提高生产力 1.模式切换 在书写和绘画时 食指敲两大笔杆 就可以碳速在书写和擦除模式之间切换 非常方便 2.标准图形 当我们在画图形之后 底肩按住不动 系统会自动为你修正为标准图形 秒秒钟治好你的强迫症 3.快速截屏 笔尖从屏幕左下角向屏幕中心滑动 可以快速截图 截图后可以直接用笔在上面标注做笔记 如果是网页截图 还可以选择整页长截图 点击完成后会自动生成PDF文件 可以请到你的文件或者直接分享 4.快捷备忘录 在Apple锁屏状态下 笔尖直接点击屏幕 便可自动亮屏并快速打开备忘录 非锁屏状态下 用笔尖从屏幕右下角往中间滑动 可以快速掉出备忘录小窗口 5.文本编辑 在文档编辑时 双击屏幕可以快速选中光标旁边的词 点击三次可以选中一整段文字 在文本中间画一条竖线 可以增加空格 再画一次可以移除 在文字上涂抹可以删除文本 用笔在文字上画圈 或者在文字上画一条横线 都可以选中文本 6.手写转文本 在工序栏中选择第一支笔 你手写的文字将直接转化为文本 手写的文字也可以识别为文本 进行拷贝 粘贴到其他的App 搜索框 输入框都能支持手写输入文本 在文本间长按笔间 会出现一方灰色阴影 在空白处手写文字即可完成输入 7.手写联动 备忘录里手写日期 可以快速创建日历 日程提醒事项 手写的电话号码可以直接拨打 8.快捷电量 长按桌面 点击左上角加号 添加电池小组件 这样就可以随时看到Apple Pencil的电量状态了 今天分享了这么多Apple Pencil的使用小技巧 有哪些是你不知道的 赶紧收藏起来慢慢研究哦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用 记得点赞收藏 主页还有更多使用的数码小技巧 不想错误更新 记得点点关注 我是梅安香 下期再见 拜拜